鋼鐵人仇心林書豪 今天下午背水一戰 在鳳山主場對上夢想家 被敵對的洋蔣 周極打中臉部 當場血流布只受傷退賽 中場鋼鐵人以89比92吞敗 無緣前進季後賽 宇鎮如選給王綠翔 再交給陳宥偉 三分之外 還是沒事 比賽倒數10秒 連續三發 外線還是進不了 鋼鐵人對上夢想家 最終以89比92吞敗 三分差輸球 無緣季後賽 受傷退場的林書豪 難以失落 因為打從第二節開始 現在林書豪第一時間 是沒有辦法站起來的 直接急暈了 确實 這讓他會有一陣的暈眩 拼了命搶分搶籃板 林書豪被洋將麥卡洛 軸擊打中臉部 後腦勢著地 當場鼻險狂流 趕緊拿毛巾捂著臉 母親節這天 林書豪媽媽也到場觀戰 看到兒子拼佔受傷 眉頭伸鎖 擔心全斜在臉上 林書豪最後沒上單架 在全場球迷支持下 選擇步行離場 留在場上拼佔球員 火氣也很大 交給悟空 悟空三分線外直接起 南底下爭搶的過程當中 現在兩兵要吵起來了 來到關鍵第四節 少了林書豪控場 鋼鐵人最後不敵夢想家 球迷心都碎了 我們拼了去投三個三分球 在你的人生裡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勇敢地去射擊你的鏡頭 球迷敲碗 明天再來台灣打球 林書豪說他還不能保證 來台第一個球技 受傷收場 記者楊琪浩 陸雨昕 走